你不知道自己到底練得這麼正確 不知道現在配書到底適不適合你嗎 今天我就來介紹你們一個超級好用的 跑者必備的APP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這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澤芮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推薦一個 我覺得跑者超適合用的一個APP 那這個APP裡面的功能超多 待會我就來逐一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為什麼跑者一定要用這個APP 而且你適合拿它來幫助你的訓練 做更強的體身 好 那今天要跟你們推薦的這個APP 大家可以看這邊 我把螢幕截圖給大家看 它就是一個叫 Ronny Caution 的一個APP 那這個APP裡面其實它有非常多 我覺得身為跑者一定要使用的功能 舉例我覺得它裡面第一個最好的地方是 它可以把你的訓練紀錄 不管你是用 Garmin Nike Epson 或是一些手機的APP端 都可以把它整合到這個系統裡面 那在這個系統裡面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訓練紀錄 這個APP裡面它也可以用這個軟體 來做室外跑步的功能 其實這個室外跑步 你就可以直接帶著手機出去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沒有手錶 沒有其他一些穿戴裝置 可以幫助你記錄你跑步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軟體來當作你跑步當中的一個紀錄工具 那再來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紹它的一些 有關於跑者特別好用特別好用的地方 可以看到分析這邊其實它分了四個欄位 一個是跑力 第二個是體能 第三個是技術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把著重的地方 放在它的工具裡面 跑力、體能、技術 其實這東西要講得太多了 我們今天就把這個縮短一點 看到工具的部分 裡面有好幾個很好用的東西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介紹一下 你要練什麼 因為太多人在網路上問我說 教練我現在跑這個課表對不對 但其實你們問我這些問題 我可以回答你 你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現在能力是多少 你們每個人這樣個別問我 突然給我一筆數據 其實對我來講 它的準確性是不夠高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你的長期訓練 我不知道你的身體屬於是 速度型的跑者還是耐力型跑者 這個時候其實我給你的建議 可能沒有辦法到很準確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來參考一下這個軟體 你要練什麼這件事情 其實你現在的能力多強 它會經過你的下一個功能 就是競賽跑力檢測 檢測完你的能力之後 它就可以幫你評估 你現在的能力是多快 這個時候我們舉例這個軟體來說 我今天希望跑一個非常輕鬆的 有氧耐力課表 或者只是以輕鬆為課表 那我們就把訓練指數 所對應的數值 跟身體感覺的對照表 放在旁邊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今天就以輕鬆為範例吧 它就會跟你講 你今天的有氧耐力 應該是跑輕鬆可以聊天的強度 而且提升有氧耐力 那在這個距離大概跑到10.4公里 時間大概是58分鐘 然後訓練指數大約會有9.8點 那這個就是一個 他可以建議今天到底要 該練什麼東西的地方 那下面他會跟你講 其實你在前面可以先做暖身 再來動態伸展 最後再做強度1 就是我們今天主課表 慢跑10公里 最後再回來收抄 那他會跟你介紹說 這個課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個沒有教練的跑者 這個軟體就可以是你的貼身教練 而且在每個地方點進去 他會跟你講暖身的意思是什麼 可以輕鬆聊天的速度 慢跑開始 逐漸加快到配速1區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時候你身體感覺 跟他描述的這些東西 到底有沒有相對應 配速區間轉換器 那這個東西的好處呢 就是你在跑步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有這個軟體 其實就非常好用 因為它裡面的配速區間轉換 你可以藉由你今天預設的訓練強度 舉例我們今天希望他跑一個 馬拉松配速的訓練 那我們就輸入了舉例是2.5區 那快速出來他就可以看到 2.5區的時候 你的每1000公尺要跑4分08 這是我現在的能力 那我的100公尺 200公尺 300 400 800 1公里 他就會跟你講 你每一個對應的距離 相對應要跑的秒數是多少 那這時候對你訓練來講 每個人都可以一目了然知道 待會的訓練他要跑多快 跑多慢 再來是競賽跑力檢測 競賽跑力檢測其實它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好用的地方是 這個時候你用一個小測驗 你就可以測試出來 舉例是1600公尺成績 3000公尺成績 那把他們的成績 注到這個裡面之後 舉例今天他的1600公尺 跑了6分整 那我就可以檢測出來 他現在的能力大約是49點的跑力值 他的各區間強度配速 你也可以馬上知道 那這個時候對於你的課表來講 強度就可以馬上讓學生知道 他應該跑多快 應該要跑多慢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們簡單介紹 我覺得非常好用的這個RQ的APP 希望你們有機會 有興趣 也可以去參考一下這個Running Quash的APP 可以先透過這個APP來詢問你 現在來詢問我問題 當你在這個APP上 如果真的解答不了你現在遇到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你再來問我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其實很多問題 你在這個APP上都可以解決 推薦給你們 希望你們有機會可以去試用一下 我覺得非常好用 而且專屬於個人的一個跑步教練 我覺得這個軟體 就是一個非常適合升任的地方 但有些東西 你可以透過你自己的個人經驗 或是你的訓練法則去調整 但我覺得很多東西 你還是可以先以這個來做參考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工具 那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它有全自動分析出你跑力的這個功能 而且重點是它是免費的喔 那跑力其實就是跑者的戰鬥力 透過跑力呢 你可以快速的知道適合自己的配速區間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地方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運動 直接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這個軟體推薦給你們 你們也有興趣可以去好好的了解 並且來使用它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並且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